众所周知,去年由杨阳迪勒巴潘月明王燕玲等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点燃了2021年的暑假,该剧已经播出就受到广大影迷的一致青睐,有电竞这个高热度题材,还加上了航天方面的新颖题材,可以说是十分有看点了。 整部剧相对舒缓轻快的节奏中,男女主之间的CP感是肉眼可见的,代入感也是很强,不得不说杨阳真的太适合这类偶像青春题材作品,当时在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播出之后瞬间大火,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,还席卷了一股青春校园风,让许多大学的男男女女开始向往这样的完美爱情,特别是杨阳的肖奈形象,更上许多人开始模仿。 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气质,都是校园男神完美形象,在《爱你是我的荣耀》中,杨阳饰演学神级航天工程师于途,网上多了许多迷途女孩,先起了一阵理工男友风潮,还广为流行一句话,人活着就是为了在不同年纪反复爱上杨阳。 而迪勒巴所扮演的乔晶晶在剧中也是一样的宠粉,娇俏可爱明媚动人让人超级心动。 当然热巴出演女明星驾轻救赎,那种日常的自信张扬与霸气简直信守年来,很有大明星的派头。 演技全程在线的她,全部都是用的原生台词,各种细节小动作十分自然灵动。 近日热巴出席某节目,在采访时,记者也说问胖迪为何会接言你是我的荣耀,对此热巴坦言,该剧和其他偶像剧最大的不同是,一般偶像剧都是给平凡女孩之梦,而荣耀是给娱乐圈的女明星之梦,可以说是非常有代入感,贴近生活。 随后热巴透露,也是得知杨阳已经确定出演男主角后才接言的,她还表示,连杨阳这样挑剧本的演员都能够出演,可见这部电视剧的优秀。 当然杨阳和导演组答应送我好吃的,也会和我交换一些零食,所以自己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 热巴这些话不仅把导演组以及杨阳都夸了一遍,甚至还显得非常帅真,可以说情商快赶上杨幂了。 杨阳还在采访中透露热巴以及其他人会在片场时不时地交换吃的,还经常一起点外卖。 果然每个剧组的趣事总是和美食脱离不了关系,尤其是我们的小吃货热巴同学,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零食机。 致力于把自己pick的美食都安利出去,相信有点印象的小伙伴应该都还记得那些年的酸奶疙瘩。 那四个字可以说是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被安利过的人的心中,不是因为太好吃而是真的无法接受。 而这次热巴也成功将她安利给了杨阳。 在谈到和热巴合作的感受时,杨阳也简单地回应很不错,但在回答和她拍文戏会不会害羞尴尬的时候,杨阳不好意思地低头又接着害羞地笑了起来。 缓冲了几秒钟之后,郑重地咳嗽了一声才回答,还是会,还是会,不停地重复会害羞的模样。 也酸到了不少粉丝的心,看来两人的感情戏估计会很甜蜜,不过越害羞不就证明拍的时候越投入吗?如此一项不是更有代入感。 同样,热巴被问到这个敏感的话题时则非常淡定地说,好像不会耶。 热巴出道这么多年合作过的男演员不计其数,拍过的吻戏想必也是花样百出。 在很早间就接受过这样的采访,热巴一直认为拍吻戏就是角色和角色之间在相处而已,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心态。 那这样就可以理解为,迪勒巴将自己与角色已经完全区分开来。 在正式进入拍戏后,迪勒巴就完完全全化身巧晶晶了,此时她的脑袋里所想的都是与于途的美好瞬间。 拍吻戏不过是情道深处,情侣之间正常的交流罢了。 也正是这样自然的情道深处,成功地让观众们从距离磕到了剧外。 两人不仅外形十分般配,两个人性格也是非常相似的,都是慢热型的人,但是只要熟悉了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可爱之处。 而且,迪勒巴在花絮里总是能把羊羊斗得哈哈大笑。 羊羊的早期采访的视频里也提到,自己喜欢长得好看,身材又好的女孩子,如果说把她这个要求带入进去的话,那么这不就是迪勒巴吗? 在上一些综艺节目中,羊羊一直会盯着迪勒巴看,如果不是喜欢,谁会一直盯着人家看呢? 两者暗粗粗的小细节更上观众们上头,也导致在看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时,很多观众成为他们的CP粉,甚至有的一直坚信他们一定在一起了。 大家幻想着或许两人就像是剧中拍的那样偷偷谈了一场恋爱,官宣的时候就是结婚,谁知等了这么长时间,不仅没等到结婚的消息,反而等到了迪勒巴的回应。 她在上节目中提到粉丝很关心她的感情生活,包括跟羊羊的绯闻,大家好像很怕她孤独中老,热巴在节目中坦言我怎么会没人要,意思是让大家不用担心,现在她还不考虑感情问题,等真正遇到对的人会告诉大家的。 而且迪勒巴和羊羊还删除了互相关联的动态,虽然我们常说戏如人生,但拍戏就是拍戏,和现实生活没有半分关系。 他们宣传作品的时候联系肯定比较密切,因为两人在剧中是CP,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毫无关联呢? 电视剧宣传结束之后,他们要奔赴其他作品,跟其他人一起合作,这就是演员的本质。 如果拍一部戏就要谈一场恋爱,那真的太烂情了一点,所以还不如不谈。 迪勒巴和羊羊确实很般配,这是很多观众的共识,但两人确实没有暧昧关系。 对于他们来说,真正的事业巅峰期刚刚开始,如果把重点放在恋爱上,维粉会失望吧。 得知这个消息后,网友纷纷直呼,CP粉都哭晕在厕所了。 大家已经给自己洗脑迪勒巴和羊羊在一起了,甚至还等着结婚的好消息,结果本尊出来辟谣打破了幻想。 说实话,小二也是他们俩的粉丝,从微微一笑横清澄开始就喜欢羊羊了,因为你是我的荣耀也感受到了迪勒巴的演技和魅力,但还是选择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。 更何况,现在不恋爱不代表以后也没机会,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努力工作更重要,以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生活上说不定也有机会呢。 毕竟大家都是单身,目前羊羊还有好几部剧迟迟没有跟大家见面,小二早就等不及了,不得不说羊羊真的适合演霸道总裁,她的长相和气质完全适配任何小说男主角,谁能不爱呢? 不管以后是否有机会在一起,羊羊和迪勒巴两个人都像说过的那一句话一样,他们怎么会没人要呢? 如果这两人都找不到自己的真命天子,那我们大家还是洗洗睡吧。 单身一万年似乎也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,那么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真的官宣了,你会支持这段爱情吗?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哦。